社会消息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和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四大队第二队 在今年3月份 破获线上博弈网站i88娱乐城幕后经营者 以及营运据点之后向上溯源 而经过了跟肩 埋伏搜证 市政已至完备 锁定了水房确切的位置后 动员了17名的警力攻坚 破获了博弈水房 查扣58万多的现金等账证物 同时也逮捕了涉嫌的灵性嫌犯等两嫌 全案是以赌博及洗钱防治法来送办 花莲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 和刑事警局侦查第四大队第二队 在今年3月破获线上博弈网站i88幕后经营者 及营运据点后 向上溯源 经过跟肩埋伏搜证 日前锁定水房切切位置 动员17名警力攻坚破获 查扣58余万元现金 博弈相关主机和张政务 同时逮捕涉嫌的灵性等两嫌 全案一赌博及洗钱防治法 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全案一赌博洗钱防治法 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查署侦办 调查发现 调查发现 赌博弹的方式会到特定账户内 警方呼吁赌博影响社会资安盛据 为了维护社会资安遏止不法 警方将持续搜证依法侦办 那也同时呼吁民众如果 亦有不法轻视 以勇于向警方卷起 共同维护社会资安 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华林县警局代重弦呼吁社会大众 赌博严重影响社会资安 及民众身家财产 警方会持续搜证依法侦办 彻底断绝签注管道 记得长帮彦华临时报道